自从日本福岛核电站发生事故后,人们再次关注起了核电站的安全问题,许多欧洲国家甚至因噎废时,纷纷关闭了国内的核电设施。 但是看过小编之前视频的观众们,应该都知道中国已经成功研制出了世界上首座新型的核能技术高温气冷堆,这种技术也被称为傻瓜堆,因为它安全的像个傻瓜一样,即使是发生意外,也不会像其他核电站那样爆炸或者泄露。 那么,这一技术亮点是怎么来的?神秘的核燃料到底长什么样? 近日,央视记者也是有幸探访了全球唯一的球形核燃料生产线,为我们揭开了这一神秘面纱。 大家好,欢迎来到星球热点,国家大事从不缺席,舆论场中抽丝剥茧,聚焦独家中国资讯。 点赞订阅加小铃铛,带您用不一样的视角读懂中国故事。 今年1月15日,是中国核工业创建69年。69年来,中国核工业突破了原子弹、氢弹、核潜艇,实现了核电自主化、系列化、规模化的发展。 不仅如此,现如今,核技术还进入了人们的生活中,在工业、农业、医学、环保等领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核服照技术甚至还运用于马铃薯的保鲜。 近日,央视记者有幸探访了全球唯一的球形核燃料生产线,近距离感受一把应用于和平领域的核。 中和北方核燃料原件有限公司,位于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目前中国大陆有47台载运核电机组。 而为核电站提供核燃料原件的生产厂,全国只有两家,2022厂就是其中之一。 2022厂成立于1958年,曾为国家两单一挺的核电事业做出过重要贡献,是中国首座核燃料原件厂。 现如今,这里已发展成为中国核燃料原件种类最多,技术路线最全的生产供应商。 拥有重水堆、压水堆、AP1000和高温气冷堆等,多条核电燃料原件生产线。 坐落于包头市青山区的2022厂,外界对它的印象是防护严密等级森严。 据包头人讲,从前,当地人出于对核的恐惧,核对核燃料原件生产的不了解,担心核辐射一般都不愿意到2022厂周边买房。 如今,随着人们对核应用的进一步了解,2022厂已不再是居民购房的禁区,周边居民楼林立、学校、医院、商业街等一应俱全。 广场上还有跳舞的、打牌的、遛狗的,充满了生活气息。 进入核燃料原件生产车间,一线工作人员只穿着一件普通工作服。 核燃料原件在制备过程中就像刚开采出的原煤,并没有发生裂病反应,属于弱放射性物质。 2022厂压水堆核燃料原件生产线负责人杨光宇解释说,一张薄薄的纸就能挡住物料释放的阿尔法射线,没必要穿辐射防护服。 根据测算,即使在核燃料原件厂工作一年,工作人员受到的有效辐射剂量也仅相当于做一次X光透视。 一线生产工人开玩笑说,比起贴满大理石的豪华装修房,生产车间内的辐射量要低得多。 尽管如此,为了尽可能减少工作人员直接接触生产物料的次数,生产车间还采用了自动化流水线, 从原料提纯到加工生产出成品,全部由机械设备完成。 诺大的车间,我们只能看见两三个工作人员,实现了安全和效率的最大化。 此外,2022厂还全部采用了密闭厂房,而且是负压设计,只能让外部空气进,厂房内的空气却出不去。 如果把核燃料原件就像蜂窝煤,我们厂就是生产蜂窝煤的。 2022厂党委副书记常贾臣说, 2022厂拥有各种堆型的核燃料原件制造能力,能为核电站供应多种蜂窝煤。 而核燃料球是蜂窝煤煤中最特殊的一种,不同于以往的柱状造型。 它的外形酷似龙珠,直径6厘米,重量200克,内含7克核燃料。 别看它个头不大,每一个龙珠却都蕴含着巨大的能量, 足以让一台一匹空调持续工作4000小时以上。 令人惊叹的是,球体内的核心颗粒竟然只有笔尖大小, 为了确保核燃料的质量和安全性, 生产过程中需要精确控制超过400个技术参数。 每个燃料球内有大约12000个圆珠笔尖大小的颗粒, 这就是整个元件最核心的部分,二氧化油核心。 为了阻止裂变产物的泄露, 每个二氧化油颗粒身上有四层包覆材料, 最内层是疏松热解碳层,负责吸收气态的核发音产物和缓解硬力。 其外有两层致密热解碳层和一层碳化硅层, 这是目前最先进的包覆方式。 小编解的,这就类似于给内部核燃料及产物穿上了一层陶瓷铠甲, 使核燃料球能够在1900摄氏度的高温情况下, 连续450个小时保持完好,无破损, 有效地防止了放射性物质泄漏。 这条高温气冷堆核燃料原件生产线是全球第一条, 具有第四代和技术特征的工业化规模燃料原件生产线, 承载了清华大学30多年的研究成果, 具有中国完全自主知识产权, 该生产线于2016年8月正式生产, 平均每年可生产30万个核燃料球。 这条球形核燃料生产线的独特性和先进性, 不仅展示了中国在核燃料领域的卓越技术实力, 也为全球核能发展带来了新的希望和机遇。 北方初春,连日来的雨家雪, 让不远处的阴山山脉覆盖了一层浅浅的白, 轮廓也被勾勒得更加清晰。 69年间, 怀有远大理想报复的动粮之财不断聚集在这里, 干惊天动地事, 做隐性埋名人。 高温气冷堆属于第四代核电技术, 中国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 其中球形核燃料原件是高温气冷堆的能量源泉, 是一项买不来、 要不来、 逃不来的核心技术。 历经十余年时间, 1958年创建的中国核工业第一批产矿, 中和北方核燃料原件有限公司, 终于将球形燃料原件制造这一关键核心技术, 掌握在了自己手中。 这天, 清华大学教师高温气冷堆工程技术支持团队的刘斌教授又背起了行囊, 踏上了北京岛包头的列车。 他已经数不清这是第几次踏上开网包头的列车了, 自2008年项目启动以来, 他就没有间断过。 在这儿, 他和中和北方的技术人员一道, 为了这条核燃料原件生产线的攻关而努力, 从2014年开始, 近千套的设备陆续开始进场, 为了弄懂所有设备性能, 也为了后续能够自行解决生产中出现的问题, 中和北方的技术人员都选择炮在现场, 主动和设备厂家以及清华大学老师交流业务。 2015年, 生产线进入调试阶段, 各种各样的问题接踵而至, 正让现场的技术人员应接不暇, 比如包覆炉的炉鸦不受控, 生产出来的产品品质无法控制。 没有别的办法, 只有通过连续实验才能找到真正的原因。 完成一炉包覆, 需要八个小时, 每天得包四炉。 这段时间, 很多技术员都是早上七点就进场, 一直工作到下午, 如果饿得实在受不了, 就出来吃个饼子或者泡面, 然后再进去一直工作到深夜。 功夫不负有心人, 经过几个月连续泡在现场的攻坚, 最终解决了问题。 在高温气冷堆, 荷燃料元件制造过程中, 有一项技术被称为是笔尖上的工艺, 0.5毫米近似圆珠笔芯大小的球状物, 在车间分散柱内连续降落, 肉眼看上去就是一条直线, 很难分辨, 更别说精准控制它的流量了。 要想解决流量稳定的问题, 保证产品质量, 必须要保证流量的精度在零点几克。 当时的技术人员, 如今, 中和北方高温气冷堆元件生产线, 一车间核心施法班组长, 袁中生和同事们, 通过多次的试验得出了关键技术参数。 期间, 他们与设备厂家合作设计了流量剂, 并自主设计制造了自动化震荡信号控制系统, 使得流量的精度得到了有效控制, 极大的保证了产品质量。 合格率太低了怎么办? 新产品, 新技术, 调试之初, 面对这样棘手的问题, 让经验丰富的技术人员捉紧见肘。 我们把压制完的模拟件背到清华去, 在那儿的实验线进行后续的生产, 看看效果怎么样。 副厂长田九成灵机一动提出了一个想法, 说干就干, 几个人背着模拟件向着国内顶尖大学出发。 通过对比研究, 最终这个团队找到了改进方向, 完成了世界首条高温气冷堆, 核燃料源建生产线的建设, 并实现了稳定批量化生产, 实现了生产线建设之初提出的, 出产品, 出成果, 出经验, 出人才, 出精神, 出示范的目标。 生产线建成后, 公关突击队又着手开展了设备的自动化改造工作, 让这一世界首条一出道就实现了自动化智能化生产。 在如今的球形燃料生产线上, 可以看到大大小小的机器人相互配合, 紧张又默契, 好像在弹奏着一曲简洁明快的工业进行曲。 工程不必在我, 工程必定有我, 参与了, 付出了就值得自豪。 如今很多人都已离开了原来的岗位, 但那段拼搏的岁月, 小编相信已经深深地铭刻在他们记忆的最深处。 好了, 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大家还知道哪些运用到生活中的核技术, 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分享。 如果你喜欢小编的影片, 还请大家多多点赞转发, 让更多的人一起见证中国进步。 关注我的频道, 这样既能回顾往期视频, 又不会错过之后的精彩内容。 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